欢迎欢迎,热烈欢迎各位现场的善长人们,各位歌迷,各位歌友,大家晚上好。 首先我请代表今天晚上的自画人谢木老师,热烈欢迎大家,成场的嘉宾出席,支持今天晚上,饶有意义的,也非常温馨跟充满善心的一个爱心哲笑晚宴。 那我们都知道呢,今天晚上,我们是为健安儿童,残障儿童的嘉福协会所筹款的,那今天晚上,获得您就会出席,第一,把你的爱心善心带来了,第二,就是支持我们本地创作。 原来啊,今天晚上,我们特别经常细选的一些歌曲,也许大家都耳熟能详,也许大家听了之后觉得,诶,这首歌,原来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创作,但有些歌曲呢,唱到海外去了,甚至全世界华人都哼唱这些由马来西亚词曲家所做的一些作品。 那今天晚上呢,谢沐老师为了有感于这八位,也是他在歌坛上的好朋友,老朋友,所以在亲和他的生日之余呢,特别伺候了这个爱心慈善晚宴,并且向八位著名的词曲家致敬。 好,各位,让我们先请来,今天晚上这个总色化,也是今晚这个演唱会的灵魂能录,谢沐老师,先登场,有请谢沐老师。 欢迎,欢迎,谢沐老师,你好。 大家好,大家好。 辛苦了,辛苦了,纷纷扰扰一年的时间,今天这个婴孩终于诞生了。 是,蛮高兴的。 今天,现在,现在是什么感受? 要有人来欣赏,我觉得很开心。 不是,人是这么多人啊,记得晚上超过六十七的朋友都来支持您了。 因为我们就知道,谢沐大哥所策划的一系列的演唱会呢,都是非常严谨,而且要求非常高,制作非常认真的。 是,因为这是,我是一个完美派人,所以什么都要求完美嘛。 求你做吗? 是求你做? 是求你做? OK。 那你觉得,谢沐大哥,这一次向八位我们国内的著名词曲家致敬的演唱会, 跟往常一般您所作画的演唱会有什么不一样? 我觉得这一次呢,比较有意义一点。 是。 因为,因为这次的演唱会是为这八位做起家而做的,而办了一场演唱会。 而且,所选的歌曲,都是这八位做起家的经典。 经典制作。 对。 也是成名制作。 他们最好的歌曲,我都把他们选。 哦,那你自己写的歌曲,有没有把它列在今晚的演唱歌单里面? 其实,我自己本身的歌词,我写了五百多首。 五百多首啊? 不过今天晚上,我是写了五首而已。 还有,也就有,我们说,从人之美。 没有,因为我觉得,有一些我的歌曲,并不是大道说我自己的要求。 我觉得这次的演唱会是为这八位做起家而做的,所以要选的歌就是这八位最好的歌,而不是我最好的歌。 是,所以今天晚上呢,就是经过今天细选之下,把这接近四十一首歌,先给我们现场的观众。 对,四十一首,每一首都是经典。 每一首都是这八位做起家的最好的。 是,我知道还有一首啊,也是出自于我们本地著名的,并且多产的词曲家,田明老师的歌曲。 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合唱歌曲,是吧? 他原本是独唱的。 原本独唱啊? 他原本是余生独唱的。 哦,女生独唱的。 余生。 哦,余生。 余生独唱的一首歌。 仇语。 哦,仇语。 我听说,今天晚上这首歌,原来不在歌单里面。 不过后来寻众要求,并且获得一些非常热心的网友,大力支持之下,今天晚上特别恰上这首歌。 并且呢,现在到目前为止呢,已经有超过一千Ringit的慈善点唱这首歌。 对,因为,因为我的朋友觉得这首歌很特别,而且刚好我又有,不是我不选到,我真的很难取舍。 因为我选四十一首歌已经很多了,已经今天晚上大家要准备三个多小时在这里了。 哇,值得,肯定非常值得。 然后如果我再选下去的话,可能要唱到天亮了。 是,其实刚才那一千Ringit呢,是我们一些热心的网友也好,或者是一些歌迷朋友也好,特别点唱这首歌。 我们暂时呢,已经筹到了一千Ringit。 对,对。 那么,等一下呢,在我们第二环节结束之后,就是第十八首歌之后呢,我们将邀请两位神力嘉宾为我们演唱这首歌。 对,有一位,一位啊。 一位啊,今天是以独唱的关系。 因为,呃,这首歌是临时决定的嘛,所以我要找一个,呃,是否可以唱这首仇语的歌。 哦,所以因为没有在我片排的节目里面,哦。 是,所以我希望说,呃,大家也可以大力的支持一下,哦。 哦,但是不是你们也想说,赶紧这首歌,或者是,或者是点唱这首歌,呃,多多少少不要紧啦。 是,是,因为不是说,节目是很重要的,是心意啦。 对,对。 因为我们就把这首歌呃,呃,唱出来了,就是。 啊,等一下我就有一个歌手会,会,会,因为我跟那个歌手商量看,他可以唱吧,所以我可以听。 是的,那今天晚上这首歌呢,我们是以词试点唱的方式。 如果在场的热心人士呢,想要在我们的慈善译馆中,再加上您多一点的心意呢,我们现场有卢警惠,警惠姐,明明干,秋霞姐,阿群,真的是包括谢姆老师,多多益善都可以献上一些慈善译馆,让我们现场的这几位负责人,会把这个纸张跟笔交到您的手上,你要写下那个书文就行了。 对啊,对啊,是,是,是我写您的名字,等下我们大概可以除到多少钱我们就。 对,这个数目呢,完完全全呢,是全捐给健安智障儿童家福协会的。 对对对对。 那么除此之外,我知道谢姆老师您也把您的心血结晶带来了是不是? 是,我也是拿100张的VCD,这VCD呢,是可以唱卡楼梯的,里面都是收录您所写,或是我写的词。 词,还有田明老师包括其他作主人写的曲,那是VCD,可以在家里唱卡楼梯的,每一张是? 二十人给,二十人给,二十人给,只有一百张的了。 就是全部捐,对,这一百张卖出去呢,如果我们是一百张卖完就是两千人给,也是全数捐给健安智障儿童家福协会的。 是的,好,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,多多益善,谢谢您。 好,谢姆老师,您辛苦了,一个月,一年的,一年的策划,一年的心思,今晚,让我们完完美美的把它重新出来,好不好? 如果你们觉得好看,展身是多一点,不好看,你们可以积极地走。 谢姆老师,策划跟制作的,肯定,肯定好看。 是,因为我,老实讲,我是很用心的,用了一年的时间,说每一个世界我都照顾的,收到。 我希望我,这四十一首歌你们听了,你们会觉得,哇,可能很多首,你们知道这首歌,不过你们不知道错,这首歌是本地人才。 是,对,对。 当我们一起来,来听听一下本地人才的,我们注重,好不好? 对,对。 好,谢谢,姆老师。 来,姆老师,请右坐。 您,非得要坐在我们贵笔席,主家席那边。 其实,刚才,他们歌手在彩排,我在现场,听了,很感动。 原来马来西亚的词曲家,也能够创作出,快去人口,甚至,唱片,唱电,整个世界的华人的地方,都会唱这首歌的,这些歌曲里。 然后呢,我们将主意的为您呈现。 沈默老师,也是,非常严谨的,挑选了八位,国内的,四位男,四位女的,十丽泰歌手,来演绎我们这些本地创作。 好,嘉宾朋友们,我们即将进行第一个环节的本地词曲家的作品。 这个环节呢,我们分为民歌,小调,以及黄梅调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,也许大家都听过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民歌跟小调。 也许大家听过,邵氏电影里面的黄梅调。 那,都是大家也喜欢的一组歌曲。 那么,本地的一些小调,民歌,甚至黄梅调,在我们的本地作曲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呢,也呈现出来另外一个风节。 这里第一个环节,我们将请来,罗志聪,王胜凯,陈采军,侯美仪,及罗志聪,为民演唱,河山万里情。 还有,龙的故乡,路边野花不要彩。 还有呢,就是,心中喜欢就说爱,忘记了,回眸一笑,即独办话楼中。 不过,在他们有进行这一系列的民歌小调黄梅调之前,先让您热一热声,请欣赏来自Sky Dancers 的开场舞,有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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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